大家好 一般我们在市场上买回来的兰花 都是在大棚里面养殖的 那么都是经过人工空温 不容易受到冻害 如果说我们买的是这种兰花养护 在冬季一定要注意一个问题 就是防冻 兰花容易受到冻害 就是因为土壤中有一种叫 冰河活性细菌 这种细菌呢 就是最容易导致兰花出现冻害的 所以说在入冬气温低15度之后 建议大家给它使用一次杀菌药 比如说像这种戴森猛心 把这些有害菌给杀掉 如果说大家没有这种杀菌药的话 我们也可以用更简单的方法 就是阿斯匹林 也就是用它来按照1比1000的比例 对上清水 给它浇灌一次这个土壤 同样会起到一个很好的效果 同时这个阿斯匹林 它里面含有水洋酸 还可以诱发它长一些心根 可以说是一举两额 又可以提高它的抗含能力 这样的话就可以抑制 或者是杀死这些冰河活性细菌 就可以提高它的抗性 减少被冻害的发生 那么当然把这个有害菌杀了 有益菌也会相对减少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最好给它补充一点蓝菌王 因为这种蓝菌王 它里面含有大量的蓝花共生菌 还有其他有益菌 那么这样的话 就可以补充蓝花植料中的一些有益菌 有益菌多了 这样它的根系就会变得更加强壮 同时又可以分解有机制 转换为营养 所以大家一定要让这个蓝花 在冬季提高抗含能力 用一粒这种药 或者是用杀菌药带生稳心 好了 这一期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